因為既然疫苗是已經 既然全世界已經接近18億劑的疫苗打過了 表示這是一個很成熟的東西 台灣也不是沒有錢可以買 所以應該是 我跟你講 與其紓困要花幾千億 去年就花2,100億 現在聽說要花多少錢 6,300 我跟你講 抽1分之1 抽600億 買疫苗就把這個事情就解決掉 你小錢買疫苗解決 你不解決 再去搞個6千億 這百丁花咖也不用那麼多錢 這還是 政治還是要有良心 你花6千萬 花6千億 百丁花咖你乾脆抽1分之1出來 買疫苗把這個問題解決掉 所以還是一樣 你現在一放鬆 馬上疫情就爆發回去 我也不太贊成 但是拖久了 台灣的經濟也受不了 以其花6千多億去搞什麼紓困 你知道 不如把挪一筆錢 國際上買得到的疫苗 全世界已經有18億的 將近18億的疫苗已經打掉 台灣要買個500萬 不是那麼困難 台灣也不是沒有錢 所以政府還是要想清楚 你知道 做該做的事 不要老是想去做那個 奇奇怪怪的事情 我們是用那個 半鎖國的戰術 入境全部觀察14天 所以一直很相當有效率 把病毒擋在外面 就這樣偶爾幾個突破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都消滅掉 不過自從那個 從桃園醫院開始 一直到華航到諾富特 你知道嗎 坦白講 這個病毒已經侵入台灣了 所以 特別大就是變種病毒 你知道嗎 只要一放鬆它馬上就燒起來了 不過我們運氣比其他國家好 如果其他國家在一年前 遇到我們目前的局面 你知道 它永遠會在這個經濟 經濟崩潰跟這個疫情爆發兩條之間 一直在掙扎 所以一下子封城解封 又封城又解封 我們台灣至少撐到現在才遇到這個問題 可是當時是沒有疫苗 我們現在是有疫苗 所以還是這樣 我的建議是 維持目前的局面 趕快把疫苗全面打 因為老實講 夜市餐廳 關兩個禮拜可以 我知道 現在大家就已經哀哀一覺了 再如果 再撐三個月是極限了 那但是 但是老實講 現在一放鬆你知道 說允許夜市怎麼開始吃飯 疫情一定爆發回去 你有話想說 卻苦無發生的管道嗎 你的事情有不同的見解 卻無人傾訴嗎 年輕學子們站出來 說出你的想法 讓我們聽聽年輕人的心聲 鬧變風向 強力徵求學生辨識 只要你敢說 我們就敢要 趕緊拍攝影片 然後發送到我們以下的信箱 就會有專人跟你聯繫 還有還有 別忘了訂閱我們 鬧變風向的YP頻道 按讚 開啟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我們精彩的辯論哦 各位朋友 鬧變風向 趕嘴就來辯